食物力爆表 吃遍全島 今天呢我們來吃非常好吃的這個點心 我覺得點心作為早餐也好 下午茶也好 又或者在深夜的時候 作為那個宵夜來吃都非常好吃 太配了 是的我們現在的位置呢就在 229號的Victoria Street的小茶樓 沒錯如果你找不到的話呢 這裡是算是Boogies Village的這個外面的店屋 然後它在Boogies Plus一條街之隔 OK所有今天的食物呢都在這裡了 我們看到非常的豐富啊 有一些呢是你會看到在吃點心的時候必點的 另外有一些特別的要介紹的食物啊 是哇其實這裡像是腸粉的話呢 它也不是普通的鮮蝦腸粉 它裡面的腸粉是炸蝦腸粉 我們先試試看 好來來來試試看 我最愛的美食點心就是腸粉 我覺得有點像那個油條腸粉 是因為這個腸粉裡面呢 不光是有蝦仁在裡面 而且炸得到非常的酥脆啊 吃下去味道如何 外面非常的酥脆 然後裡面的蝦仁是一整塊的 然後外面的粉皮呢 超級軟嫩 因為那種一口吃下去就不用咬的那種 是 另外呢我覺得在吃點心的時候 很多人會吃這個蝦餃 我覺得今天我們在這裡品嘗的是韭菜餃 媽姐韭菜餃 這個餃皮非常的薄 薄如蝦翼一般啊 而且呢透過餃皮 你可以完全看到裡面的餡料 是輕輕的韭菜就包含在裡面 哇好飽滿喔 我是愛吃餃子的 我可以一口吃一下 不過還要給你們看一下餡料了 爆汁耶 天啊天啊 搞個特寫特寫 汁水非常的濃郁 OK 然後裡面餡料也非常的飽滿 哇還在汁水耶還在汁水 這個確定不是小籠包嗎 我沒想到這麼多汁水耶 哇太棒了吧 韭菜的香味非常之好 那好就好在呢 沒有濃到太過喧冰國主 另外呢我一邊插手 第一邊覺得那個湯汁很黏稠 就說明裡面有很多的膠原蛋白膠質在裡面 不錯不錯 媽姐韭菜餃 是其實整桌最吸引我的就是這道 這不是荔枝嗎 可是 但它居然是個點心耶 沒錯 特別介紹就是荔枝蝦球 整個的造型非常的好看 我現在小朋友看到的話 一定是愛不釋手 更加是愛不釋口 試一下 聽說也是會爆髒 爆漿的 哇哇 哇 裡面是芝士耶 非常濃稠的芝士 包裹在蝦球裡面 通過炸的方式呢 讓芝士在蝦球裡面完全的融化 吃到嘴巴裡更加有爆漿濃郁的口感 是外面的脆呢 是有一顆顆小小的這個炸球 然後所以吃起來非常的口感 非常的脆 沒錯 把這個食物呢 做成其他的樣子 這個在這個烹飪裡面叫做形異菜 就比如說 它雖然是一個蝦球 不過做成荔枝的樣子 真的很像荔枝耶 桌上還有另外一道形異菜 你知道是什麼嗎 沒錯了 上來看呢 你可能覺得這是一個香菇 但是不一樣喔 因為它呢 就是做成香菇造型的松霧菌菇包 可以麻煩你把它掰開 給大家看看裡面的內容嗎 如果我放在家裡 我家人肯定不知道這是包子耶 對 打開看 裡面有三種不同的菌菇類 那麼它的調味呢 是用松霧的方式 這兩年我覺得非常的流行 來一人一半好不好 這應該是金針菇吧 哇金針菇還有各種的香菇和菇類 如果你是愛吃菌菇類的話 這個它那個菌菇的味道非常濃郁 加上一點點Truffle 就是黑松露的味道 整個的感覺 配上這個很像香菇的小包子 吃下去不光是嘴巴的享受 更加是視覺的享受 是裡面的香菇呢也是爆汁的 非常多的汁水 哇厲害了 好Q彈喔 在錄影之前就有人說 他最愛的就是腐皮 來 我想要什麼都愛 腐皮鮮蝦捲 這個一定要吃的時候 要聽一下這個聲音 我不是說 這個腐皮鮮蝦捲已經上桌一陣子了 可是聽你吃下去還是很脆的口感 超級無敵脆耶 然後裡面的餡料也非常的足 是滿滿的蝦仁 OK 這麼多食物 這一道是最為特別的其中之一 就是他們的蘿蔔糕 我們在新加坡人吃蘿蔔糕呢 基本是用炒的方式 把它做成黑色或者白色 但是這個蘿蔔糕呢 看起來是用蒸的方式 而且上面呢是放上了XO醬 XO醬加上他們的這個小的蝦米香在上面 我來試一試這個XO醬的 我也是很少吃這種蒸的方式的蘿蔔糕 蘿蔔糕 來 吃吃看 哇 哇 你一定要嘗試一下這個蘿蔔糕的口感 是嗎 因為蘿蔔糕可以用吸的方式嗎 可以耶 可以耶 它是 嗯 裡面有一塊一塊的蘿蔔的 對 蘿蔔肉在裡面 粒粒分明 但是呢 那個蘿蔔肉因為它 蒸厚之後就吸收了很多的水分 所以咬下去是非常綿軟的口感 加上XO醬覆蓋在上面 又滲透進那個蘿蔔糕裡面 入味非常的濃厚 那個XO醬呢 它是有點香辣 然後非常的鮮味 沒錯 而且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小茶樓呢 是三中兩建集團旗下一個特別的品牌 嗯 那麼他們呢也繼承了三中兩建的基因 就是這一道 來了必點必試的三水薑蓉包 在上面呢 已經有很多的薑蓉在這裡了 另外 這道點心一上桌的時候 蓋子還沒打開 薑蓉的味道已經鮮來到鼻子裡面了 我們都知道去三中兩建一定要點的是三水薑蓉雞 可是在這裡呢 他們把三水薑蓉雞跟包子和點心混合在一起 來 先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在上面呢就是非常多的這個薑蓉在這裡 在這裡 然後裡面呢 自然 就是 雞肉滿滿的包子 哇 我打開的時候 我已經可以感覺到裡面的水分 對對對 來來一人一半一人一半 好大塊的雞肉耶 非常多的雞肉 你們有order嗎 這個 沒有 要order一下耶 好吃 怎麼了 筋太 太棒了吧 那個薑蓉的味道非常的濃郁 然後加上呢 它非常入味到那個雞肉裡面 而且我覺得最嫩的是 那個雞肉 蒸到非常的軟嫩 在你牙齒咬下去的時候 你甚至一度沒有辦法明白說我再咬下去的是雞肉還是薑蓉還是非常這個松痰的包子的包子皮 所以那個感覺哇 我還想再咬一個 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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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太好吃了這個 哇 在這裡呢我覺得 如果你想做一個小茶點 吃個點心 自然這些沒有問題 不過如果說你想當一個正餐 是要吃一個飯的話呢 在這裡 哇 咖哩豬扒飯 而且咖哩豬扒飯 我覺得店家也非常的慷慨 除了它會淋咖哩在上面以外呢 還有給你多一碗的咖哩汁 來滿足不同口味的朋友 因為吃咖哩飯最怕的就是咖哩不夠 那這家店呢 它直接給了你一整碗的咖哩 所以以你的口味你會要放多少 全到 真的啊 我喜歡那種非常水的一個主食 然後全部滲透在米飯裡 明白 那我先拿一口出來讓你在全到好不好 來 我拿一口 那我放一點咖哩汁 是 欸看起來這個豬排也是很脆的 您可以全到 沒有沒有我先吃這個豬排 跟咖哩醬一起吃 豬排蘸咖哩醬也是個全新的吃法 哇這也是很大塊喔 這個咖哩的味道 豬排炸的夠嫩夠脆 夠嫩這是夠嫩的 但是我覺得那個咖哩醬真的是很棒 它是比較辣 然後有點甜甜的味道 你試一下 我呢試一試這個咖哩醬 配上白飯 配上豆干豆泡在裡面 哇豆泡 可以嗎 我覺得它的咖哩呢 香蕉皮咖的咖哩比起來 它的那個 重口味的程度比較高一些 它的味道更濃郁一些 而且裡面好像有這個 椰奶嗎 三八還有椰奶的味道 而且雖然說這個咖哩喔 你看起來它是蠻稀薄的 但是我跟你講 它那個味道絕對不適於那種 非常濃稠的咖哩 非常重口味 嗯 OK 吃了這麼多 哇 我們要喝口水輕輕口 因為下一道菜 據說也是店裡的 銷量非常好的一款產品 是的聽說呢 昨天有人過來吃 然後馬上就打包了八份會吃 沒錯 來就是這一個黃金酥皮脆皮的蛋塔 來看一下 首先來說我覺得第一點 它很不像蛋塔 因為一般的蛋塔沒有它這麼高 對 對 一般蛋塔呢就像碧琳的高度 但是呢它今天做出了 呃 量全的高度 你看 有這麼高 一般蛋 比你高啊 欸幹嘛 一般蛋塔只到這裡的高度 另外呢它的高度夠高之後呢 就可以放入更多的餡料 據說整個裡面的這個餡料呢 也是非常的濃郁的 來 來吃一下 哇 它的上層 我覺得也是不一樣欸 跟平台的大口 嗯 我就一口吃下去囉 來吧來吧 咬一半然後給大家看看 哎呦 嗯 感覺是那種熔 熔岩的感覺 那種泡鼠的感覺 是 它的那個蛋喔 一定要烤到火候剛剛好 剛剛好才能夠出現蛋的香味 跟它的軟嫩 蛋其實最難做的 好像布丁喔 對 你要把它做熟容易 但做到非常的嫩 那是很難的 而且你看到外面 隨著它一邊的拿蛋 酥皮掉下來 酥皮就一個一個慢慢的脫落下來了 嗯 所以今天在這裡我覺得說 所有的食物啊都非常的精彩 當然我個人覺得 必點的當然就是那個 三水薑溶氣泡 還有我個人最愛的這個 就是韭菜餃 妳呢 我最愛這個腸粉 因為平常呢 我吃的鮮蝦餃 它不是脆皮的鮮蝦 這裡是脆皮的 沒錯 所以今天在這裡呢 所有的食物我覺得都是有它可圈可點的地方 另外呢 小茶樓剛剛開業不久 10月初才開業嘛 他們在11月底之前都有特別的折扣 所有點心類的產品呢 是達8折有20%的折扣 所以現在馬上下來地址就是 229號Victoria Street 在Vulgus Plus旁邊的小茶樓